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就从日本时代开始说起 如果我们看中山北路的直线的话 这一端其实一直延伸中山南路过去 就会离现在的总统府 还有台北宾馆很近 总统府就是以前的总督府 台北宾馆就是以前的总督官邸 往北直直下去就是到达了圆山 那圆山其实在日本时代1900年的时候 1900年的时候就盖了一个很重要的神社 叫做台湾神社 那这个神社我们就要先了解一下它的背景 这个神社是主要的祭祀的是日本的一个亲王 叫做北白川公能久亲王 那北白川公能久亲王 他在辈分上来讲就是当时的明治天皇的淑辈 淑输这样子的 那他是当时日本领台的一个领将 他在1895年的时候 5月29号带领的日本的敬畏师团从奥底登陆 那当时就一路的挺进台北 然后6月11号进台北城 那当时进台北城是无血进城的 就是很顺利的就进到台湾了 进到台北来了 都没有遇到抵抗 对没有遇到抵抗 那反而是后来他们一路的往南前进的时候呢 遇到比较多台湾人的抵抗 可是日本人他们在后来做的一个调查 发现呢 虽然在战争中有一些士兵的病死或受伤 但最主要的原因却不是因为战争 却不是因为打仗而死 而是因为生病而死 因为台湾的气候 台湾当时的卫生条件 让日本人这些军人水土不服 那同样这个情况 虽然他是贵为一个皇室 他也没有办法避免 所以北白川宫能酒精王 他应该就是在这场 在这场这个征台的时候呢 染疫然后就离世了 那离世之后呢 日本人就盖了这个台湾神社 来纪念他这样子 等于是当时的居住在台北的这个日本人 或是甚至是台湾人都会要去那边祭拜他 那更重要的是 当时会有很多的日本皇族来台湾考察 等等的啊 他们也都会要去那边 一定会去台湾神社 那他们走的路线是怎么走的呢 就是从南端的总督府啊 或是总督官邸啊出发 然后沿这条路一直往北去台湾神社 所以这条道路当时就有另一个封号 叫做赤使街道 那赤使的意思呢 就是皇帝的使者 以前皇帝的使者 你们就可以了解说 这条道路有多么重要的含义了 那这样子我刚刚说还有到战后 它还是一样很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战后的时候老蒋总统他住哪里呢 他就住在士林关邸 那他住在士林关邸 他天天要来总统府上班啊 那车队浩浩荡荡的这样子一路而行 来到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士林大道上的这里 其实就是以前1908年的时候 日本人开竹的这个仲幻铁路的这条路线 所以等于是说老蒋总统他的车队到这里的时候 火车不可能为他而停 让路 所以他时常就要在这里等火车通过 那这样可能会增加他的安全上的风险 我也是可能增加他上班时间 所以后来怎么办解决呢 就为他盖了一条桥 就是复兴桥 可能老一辈子 我们有点年纪了 包含我 我们都有印象 以前从中山南路那一端 就有一条桥一直从上面这样子延伸到了 从这个前面的长安西路下来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地面上是有铁路的 对 有火车 然后一座桥 对 没错 然后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 对 现在都铁路地下化了 是的 然后那个桥也拆掉了 没错 对 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让这个都市的景观也变得更好了 对 所以这个就是当时的中山北路 的一个故事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哇 所以赵老师你说的就是 其实在当时就是有 这就真的就是一个 政治上的一个交通的要道 对 没错 那也因为政治而衍生了两边很重要的 等于是一个生活空间 这样子